因为亲人过世无法回台湾 加上各种不顺 我决定踏上这趟旅程散散心 今天是冲神Vlog的第二天 一如往常的 我不用闹钟就自己醒了 这算是初老吗 那刚刚去吃早餐 那早餐日币300块 我觉得算是蛮有诚意的 因为就是饮料也是让你无限畅饮这样子 然后咖啡还可以就是选择要不要加焦糖 或者是香草口味的可以自己做拿铁 那我现在已经整理好行李了 那checkout时间一样是10点 那现在已经9点是10 那我们就出发开始今天的行程 那这次其实不想排得太紧 就是主要是想要放松心情 那我们就赶快进入今天的影片吧 请订阅我的频道 其實這是我第二次來沖繩 波上宮的話通常應該是第一次來沖繩 玩的話應該會放在固定行程 但不知道為什麼上次來的時候沒有來到這裡 波上宮算是沖繩第一大社 所以有機會來沖繩的話一定要來走走 香油錢我通常都丟日幣5塊 因為日文中的五元跟緣分 Go in 的發音是一樣的 波上宮的參拜方式為二鞠躬二拍手一鞠躬 在這裡我祈禱過世的外公能一路好走 並保佑大家平平安安 也不信邪的尼克又來抽籤啦 可是籤很酷欸有四國語 結果又抽到什麼呢 這木吉 唉真的是今年運氣很貝啊 怎麼抽都抽不到大吉 參拜完之後 不妨步行至附近的波上海灘 散散步曬曬太陽 這裡是納霸市唯一的海灘 如果體力夠的話 也可以走到對面的跨海大橋上 拍攝到更壯闊的波上宮 可惜這幾天天氣看起來不太穩定啊 早上的行程都是步行可達的距離 包含我們現在要來吃的午餐 Google Map上4.2顆星的牛排老店 捷克牛排館 這裡販賣各種部位的牛排 真的是有看沒有懂 直接點個人氣第一名比較快 這就是我們熱騰騰的牛排來啦 然後他這邊有講說他的吃法 第一種的話就是直接吃他的原味 然後第二種吃法的話就是加鹽跟胡椒 然後第三種的話就是加喜歡的調味料 然後都已經放在旁邊了 那我們就趕快來享用今天的午餐吧 牛排口感相當嫩 但肉味偏重 建議搭配胡椒跟鹽巴享用喔 吃到牛排呢 就想找個地方上廁所 結果發現一個蠻酷的地方 好像是全新蓋好的喔 上面有辦公室 然後有圖書館 還有觀光情報中心 他就走OPA 進去看看吧 其實大樓下方就是巴士總站 還有購物商場 有順路的話不妨來走走 咳嗽的朱醫師向來請這個晉級的巨人代言 我自己蠻喜歡這裡圖書館的設計 採光非常明亮 如果還沒搞定行程 也可以跟我一樣來觀光情報中心看看 這裡放了沖繩各地區各種語言的簡介喔 其實3月算是沖繩旅遊的淡季 所以其實住宿跟機票都相對比較便宜 但相對的活動也比較少了一點 就是海邊也還沒開放啊 然後櫻花也都卸了 對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開車 然後去兜風晃晃囉 那我們去租車吧 租好車啦 這次是我第一次開Mazda的車 對不知道好不好開 然後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去下一站美國村 然後一個人租車真的是不太便宜啊 兩天含保險的話日幣8千 一天喔日幣4千 那差不多這個價錢啦 不過要是有一個人一起分 就是真的比較划算一點 那我們就廢話不多說出發 那這次會想要經過一下美國村也是 因為上次來的時候其實時間很趕 我記得好像只吃了一個迴轉壽司就離開了 那我阿公的話他其實年輕的時候在美軍工作 那他對這種西洋文化的接受度真的非常高啊 記得小時候啊就是每年聖誕節的時候 他一定會準備就是聖誕禮物 就假扮成聖誕老公公 我每次就是很期待就是聖誕節 因為阿公他都會買一大堆的零食啊巧克力還有玩具 特別是那個劍達初期待 喔小時候真的是超喜歡的 來到美國村個人比較推薦靠海這側 可以看海享用美食放鬆心情 聽說這是沖繩發翔的冰淇淋 既然都來了就來吃一下吧 而且我覺得他好多期間限定的 好吃的就是忘了要拍 這家叫做Brucille 對 它是沖繩發翔的冰淇淋專賣店 然後我這次點了三個口味都非常沖繩喔 第一個是那個鹽巴口味的 海鹽口味的Chimisco 中文應該在放金楚糕吧 然後第二個口味的話是Passion Food 就是百香果口味非常的夏天 然後最上面的口味是一個期間限定的 它叫做火雞加烏拉比麵糞 就是配茶的絕餅 那真的是蠻真材實料的 就是不管哪一個口味啊 你都可以吃到裡面的料 對那這個山丘綜合口味的話 是日幣670 我覺得有來沖繩玩的話呢 一定要吃這家冰淇淋 相當具有當地特色 而且非常的好吃 我剛剛開車從美国村到今晚要下榻的地方 大概花了半個小時的時間 然後這家民宿有個特色 就是它走入到海邊 沒錯 就是我眼前的海邊 對 只要20秒鐘就可以到了 重點是它很便宜啦 對因為 不想花太多錢在這次的住宿上面 今晚住的地方呢一個晚上日幣2500 對跟我今天這種吃的牛排是一樣貴的 剛剛民宿的老闆有介紹一些好吃的地方 總之就先出去走走吧 講到沖繩料理 你會想到哪些呢? 山苦瓜 海葡萄 還是日式控肉 這家店算是比較偏貴的 但在Google Map上依舊有4.3顆星的好評 如果看不懂日文也有提供中文菜單喔 剛剛跑了兩家店 一家店沒有開 一家店已經過了last order 對因為現在真的因為疫情的東西 觀光客蠻少的 所以其實餐廳都蠻早休息 或是晚上就不營業 然後今天剛好來到這家 就是剛剛民宿老闆推薦的沖繩料理 它是從今天才開始營業 還蠻幸運的 不然我想說 最慘就要吃便利商店 然後這一道是海葡萄豆腐沙拉 哇 看起來超澎湃 而且海葡萄是剛剛直接從它的那個水煮箱子 直接撈出來的 然後還有柚子卷 然後還有這邊的炒飯 炒飯有放這個煎魚跟這裏當地的雞蛋去炒的 看起來是非常的可口 開動 耶 吃完飯回到民宿了 那剛剛喝了點小酒 才想到今天還沒有做Ending了 來介紹一下就是剛剛在便利商店買的這個 南國的這個Chu Hai 就是沖繩限定的 有點像是鳳梨酒的感覺 八天堂跟這個Losan推出了聯名甜點 看起來很好吃 這個就是沖繩有的這個San Pizza 但其實它就是台灣的茉莉花茶 那待會我就要來查一下就是明天要去哪裡 因為其實我還沒有拍行程 那今天的影片也到了尾聲 還沒有訂閱頻道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那喜歡影片的話記得幫我按讚分享 喔對了 別忘了Follow我的IG 那邊會有更多我的日常生活照片 還有日本旅遊的點點滴滴喔 那我是Nito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